我想这个视频呢是非常紧张的 带着百分之百的勇气 希望所有人如果说你讨厌我喜欢我 没关系 希望大家这部视频可以看完 坚持看完 因为可能没有第二个人跟大家讲这样的话 那今天我们聊聊胡心语 我们把胡心语的全盘过程 我基本上今天 可以认真地跟大家说 我基本上知道怎么回事 那一件事情 发生了它有四个过程 第一个开端 第二个过程第三个结果 那胡心语到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他的尸体已经被找到了 一件事情完整还有后续 那谁需要为这个事负责 我们今天就全讲一下 真的希望今天我所讲述的所有内容 都最后不是真的 但是我 我走了狗屎运 我每次分析事情 最终结果都是对的 对一开始都是非一所思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一不相信 但是最后一看 我说的都是对的 你们可以去查 我活了这么久 半辈子 胡心语这个事呢 是我唯一觉得 我甚至可以出好几个视频来讲这个事 本来我都不想讲了 但是这个事情很曲折 整个事件的经过呢 它中间有几个点呢 我之前一直想不通 今天我想通了 完全想通了 然后我再通过这个想通结果 再往回串 基本上最后都串出来了 很非一所思吗 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大家伙 这么多人在讨论 浪费了这么多社会资源 你看你已经听到了 我说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情此时此刻已经清晰无比 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疑点 那么多的不可思议 那么多的需要思考点呢 我在想 这个 其实结果大家仔细看 或者说我一开始推动 我为什么一下就可以想到那个结果 因为我是完全基于人性和事实的经过 这个事情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让我觉得曾经经历过好几次 我想到联想到之前的一些事件 我大致就知道 突然间毛色顿开 我知道原来是如此 各位 如果觉得我说的对的 点个关注 如果觉得说了错的 等那个结果出来 我相信我大概率是对的 但是依旧重振一下 我希望我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这个结果并不是很多人期待的 而且会伤了很多人的心 那我们所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呢 是胡心雨已经失踪了 我记得啊 就我们基于人性 我讲了哪是哪 因为我没有脚本 我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所以这个是完全真实的想法 我想了一路 我希望我现在能把我路上想的都想起来 这个事情一开始就很奇怪 就是这个点呢 今天我解开了 胡心雨呢 在2022年10月份 国庆节结束之后的不久 他就失踪了 又失踪是什么 什么叫失踪 就是说不见了 对吧 我们得知这个事情 我记得就是突然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我看了一个短视频 里边就是他的母亲 在那边哭得近似于昏厥 比如要昏倒了 痛哭流涕 他当时诉求是什么 就是他把这个诉求呢 就归结于这学校不负责任 让学校负责 把胡心雨找出来 弄得很凶很凶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胡心雨当时失踪之后 他只是失踪 有可能跑到什么地方玩去了 是吧 躲在一个地方 躲起来 是吧 也有可能的 但是 我就很奇怪 他当时家属的反应 非常的剧烈 很激烈 我就隐隐约觉得 这个家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他应该就知道 这胡心雨啊 是凶多吉少 大家想想 如果一个孩子 你的孩子 真的去一个学校 那学校里跑丢了 找不着了 你应该是很愤怒 很气愤 就责骂学校 你给我找出来 找出来 压根不会觉得 他孩子会怎么样 会被人害了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 是吧 然后更奇怪的事情就出现了 有人说 你这么理解 为什么不能伤心 一个小孩 十四岁 失踪那么久 那肯定就很难受 家长痛哭 或痛苦怎么样 我觉得也有道理 但是并不符合 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立场 有点怪异 十四岁一男生 现在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小孩 你看一下 十几岁 还挺成熟的 我觉得还行 因为我上初中的 起码已经有部分的自立能力 十四岁了 大家看一下那样子 可能心智不是很重 但是如果说走丢了 故意躲起来 他是有一个自主能力的 起码有一个生存能力 有吧 是吧 你吃点东西 喝点东西 然后从一开始 那个他失踪之后 手机 就手机没拿 通讯工具没拿 拿了一个录音笔 是吧 对不对 这个我们正常来想 如果他失踪了 会不会是因为什么事 我们刚开始联想 你看又被人害了 学校负责 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一直在想 就是我一开始 我的反应就是说 小孩监控里不见了 学校里找不见 肯定不在 学校翻遍不在 肯定是出去了 是吧 出了之后 干什么 咱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 我们一开始 是不是有人故意 把这个风向就改了 谁放出来了呢 我后来网上看了一下 媒体报道 很多新闻 好像是从这个家属口中得知 这个学校的监控出了问题 是吧 看不见人了 当天又有车出入 是吧 一开始就是家长 完全质疑学校 怎么怎么着 给这学生怎么怎么着的 这是我一开始 看到很多新闻 铺天盖地 就是看到那个消息 给我的感觉就是 学校有很大的责任 家属一点问题没有 是吧 一开始我们都是这么想 OK 很合理 也不知道人在哪 然后有人说学校矛盾 什么校园暴力 有没有乱发 所有的 我们仔细想想这个消息 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官方定论的时候 只是说这事件发生了 没有任何官方结果的时候 谁主导了这个舆论呢 家属 对吧 大家可以网上去找找 家属放出来的消息 你要知道家属是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时候 就说了 这学校的监控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被篡改啊 各种质疑 各种什么 就是不相信司法机关 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其他人 谁都不相信 这个我曾经遇到过相似经历 我一开始说了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怪异了 但是呢 一开始我们有很好的消息啊 就是这个学生给他的母亲打了一通电话 打了一通电话 说话时间还挺长 他的家属放出来 就是关于这个通话录音的信息 竟然少到可怕 说了什么事 他只是说了 这孩子啊 在学校的情绪不好 晚上睡不着觉 似乎家属又把这个小小的矛盾点 偏向了学校 在学校里 这不舒服 那不舒服 不想学 可能不太喜欢学习 是吧 情绪不好 说了很多学校的事 似乎也没有提到 跟家人的关系 打了一个电话 将近半小时吧 就说了那些吗 还是家属知道一些事 知道一些事 这通电话我们放到最后 再说 这通电话非常重要 我想很多人已经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我那个时候觉得很奇怪了 就家属 你能够怀疑这个 怀疑那个 但是你对那通电话的一些 将近半个小时的通话里面 讨论的事情 轻描淡写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异了 该放的消息没放出来 完全没有真凭实据的东西 就一直在强调 甚至在 所以让我们很多吃瓜群众 网上开始讨论了 讨论那个事情究竟发生什么 来 我为什么今天敢说这个话 官方结论都出来了 监控录像没有问题 在官方出现定论之前 多少人在说这监控 人为篡改 都阴谋论都出来了 有人把他故意弄死 绑在车里运走了 扔了 抛尸了 各种地方 是吧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 就是有些人放出了消息 你没有那些消息 比如说 一开始报道说 一个小孩 最近心情不好 平时不怎么爱学习 性格压抑 怎么走 突然间有一天失踪了 拿了个录音笔 有可能是不是出现 这个轻生的迹象 如果我们媒体报道 一开始走这个 所有人的舆论都会想到 基本上这小孩 就是轻生了 因为在我们社会当中 当然是少数 学习压力大的 就真的很难受的 家长逼孩子学习的 有没有跳楼的 有的 有一部分的 因为压力很大 年轻的心灵 有的时候 进不住那个压力的 每一个人家境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 去念嘛 对吧 是有的 但是为什么偏偏放在 胡欣宇身上 我们就极大的扩大了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放出信息的问题 那我们继续往后走 疑点 就是这个疑点 已经开始莫名其妙了 我们所有人 之前在讨论的疑点 后来就经过很多证实 它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 监控录像 一开始谁放出来了 是吧 被人篡改了 经合是没有 对吧 最后结论是没有 后来就搜寻嘛 搜寻 各种搜寻 一月期号搜寻 是吧 在搜寻期间 大家可以去查查查 这家属在过程中 放出的消息 有多么的匪夷所思 经常有媒体报道 知情人透露 家属什么什么透露 你大家看一下 家属该透露的 好像依旧没有透露 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上那个 这个家属 我在想 一开始 为什么家属 要说一些这些 大胆的猜测 就这么大胆的猜测 就有的时候 连家公安机关都不相信 是吧 这事出了之后 还要 还要什么 请求异地过来调查 是吧 异地办案 请求这个 就是 无数的家长 这个猜测 家长的 这个想法 家长放售消息 都是跟 我们相关部门 是吧 有点 总是对着干了 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千万不要是这样 所以我们 很多人就在等待 后来经过了 106天 才找到尸体 找到尸体的当天 我们又开始 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 我特别担心 他的家属 我特别担心 有没有可能 人家尸体找到了 是吧 人都找到了 录音笔也找到了 什么都找到了 我特别怕 他的家属 又说些什么 你看 结果 真的是 让我都 哎呦 当天 警方 处理公告 说 经过群众举报 在什么地方 一个区域 找到了 你看人家说了 一个区域 没有透露 任何地点 后来 网上为什么 讨论 又开始炸锅了呢 据知情人爆料 据家属人爆料 事发地点 就在学校外边 那小山上 金基山上 又是家属 在这边说 就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这么一听 哎呦 这炸了 那么近找不到 怎么可能 是吧 肯定是后来 有人把它挂上去的 各种猜测 随之又来 你看家长又开始 又放出一些消息 大家看一下 好像我们在 被人领着走啊 其实你要仔细看 这个事情 就很简单 能够把一件 简单事情 变得神乎其神 如此的匪夷所思 哇 这个不是常人 能做出来的 那我就在想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 那我们今天 针对我想到了 一个疑点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人把它弄死 挂在那儿了 哎 是不是附近村民 就各种这种 如果他活着 就很多 跟你说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 想作案的人 想把胡行语 写小伙 弄死 你的本能是什么 你巴不得 毁尸灭迹 你巴不得 这人就永远不复存在 谁也找不到 你还把它挂起来 蠢吗 不可能啊 我们生活中 不是电影 仪器的真相 其实就在 那个录音笔里 这个录音笔的内容 应该不会 向社会公布 如果最后 结果啊 没有公布 它有一定 很大概率 不会公布 如果没有公布 那我的说法 就完全准了 那我的说法 是什么呢 就今天这个 我们围绕着 所有的事件 我们来想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出来的时候 是吧 事件报告出来了 谁 又带了一个头 出来 引起事情了 啊 胡心与家属的律师 律师给谁办事 给家属办事 家属是委托人 家属 你看后来说 律师说 我们都准备 申请刑事立案 你有证据吗 你没有任何证据 你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放出 这个消息出来 是吧 还是跟家属有关系 一个看似 非常简单的事情 变得如此曲折复杂 引人深思 我在想 他就有动机嘛 一个孩子失踪了 一开始 我们应该很担心 失踪了 尽快的找人 尽快要个说法 这个家属 一开始在那边 闹的时候 痛哭流涕 他不停地把责任 甩向其他人的时候 尤其是甩给学校 我在想他图什么 有没有可能 接下来我说的话 我只是完全在猜测 我只是猜测 有没有一点点可能 这个家属 这个得知啊 这胡心女消失 失踪很多天 找不到的时候 你看 我们地方很大 一个人藏在一个地方 躲在一个地方 如果他故意躲起来 我们还真不容易找到 但那个时候 家属 就是那种闹腾 给我的感觉 真的是带了一点 他应该是知道 孩子遇到了不测 甚至知道怎么回事 虽然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已经想到了 孩子会发生的事 如果说胡心宇 当时自杀了 家属就白白地 失去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当时家属在那边闹的时候 除了愤怒 除了悲痛 有没有一种悔恨在里面 大家想想 那个情绪爆发 那个人的反常 如此过度的悲伤 你看看 他是有一定的懊悔在里面 为什么懊悔 因为很有可能 需要为这个孩子负责的人 更可能是 另外一拨人 对不对 至于是谁 我这不辩明说了 你们来说 一通三十分钟的电话 也许这个电话 可以救了胡心宇 也许那个电话 也做不了什么 不管怎么劝也不行 我在想 这个电话里 胡心宇究竟说了什么 我大致能够猜到 我想我也不用多说了吧 大家也能够猜到 一个打完电话之后 不久就 按照现在的结论 包括我自己的认定 应该是一个 大概率的 轻生案件 轻生了 自杀了 他连死的勇气都有 他都要死了 如果他在学校当中 有什么人讨厌他 欺负他 他连死都不怕 我都要 轻生了 我走之前怎么着 也要带上他们 是吧 这是一个人的本能 对不对 他没有 他走到那个安静的地方 一个不太容易找到的地方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哇 这个地点 已经把我之前 所有的串联起来 再加上他们家属的反应 OK 几乎结案了 不能说百分百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为什么这样呢 如果学校不好 你看一下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来通过人性 我告诉你 人性很准 这个学校欺负我 老师欺负我 学生欺负我 我对这学校恨之入骨 我要真的 想报复这学校 或者说我受不了了 我想死 我当时就在学校里跳下去 我给这学校带来 非常不好的名声 可是胡新宇 没有这么干 退一步说 有学校有人欺负他 比如说大家 学校有人欺负你 你回去跟家人告状去 家长告状没有 跟老师告状去 不行跟校长说去 总有处理的方式 初中学生 没有那么狠的 当然也不排除 有那么极个别有 没有那么狠的人 我威胁你 不准告状 是吧 那他害怕 他回家了 好躲起来也行 但他轻生了 他轻生了 如果是学校 有人欺负他 学校死亡 他没有 他翻了个墙出去 我先说一下 就关于这监控 后来证实了 他走这路 他也不知道 哪里有监控 他就出去了 就死了 他也不知道 别人找不到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一路上 在想然后 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选择了一个校外 这个点就非常的 引人深思了 为什么是校外 为什么是录音笔 因为他想说的话 太多了 他这些年 积压在内心的痛苦 是很多的 故事太长 写出来都写不完 他想真的说出来 他想录下来 录音笔可以录 时间很长 录的是什么呢 我不说 大家伙 应该有一部分人猜得到 他选择了校外 就说明什么呢 他的轻生 跟学校 好像没有太大关联 又不是学校逼着你 你逼着学习好 否则你上不了工作 不是 那他的压力 来自于哪呢 他有厌学的情绪 那如果一个人 很厌学的话 谁非要把他放在那读书呢 当然是家长 学校 把你绑来的吗 没有 学校有没有责任 我觉得也有一点点 你教书育人 是吧 他平时怎么样 老师你多关注一下 但是 你就算老师 你再怎么关注 学生学习的时候 在学校 大多时候的生活 还在家里 他要承受家里面对的一切 那我猜测就很简单了 他没有在学校 选择 这个地点 结束自己的年轻的生命 反而 结束在那个地方 用一个录音笔 可以录很久的 跟学校关系不是很大 他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我一开始在想 是来自家里的 学校的 社会的 后来想着 那通过这个地点 通过这个录音笔 通过他家属的反应 通过他家属 一开始到现在的反应 大概率来自于家里 想想看 如果你有一个温暖的家 就算在学校受到欺负 你有家人给你撑腰 保护你 呵护你 鼓励你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是 看不到希望 极度的痛苦 胡心语很善良 死都不怕的人 最后悄悄地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让人找到他 很孤独 悲怯 我们可以从人性角度 你看 他是个学生 十四岁 足够单纯 因为你经历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 但是心理脆弱 有没有来自于家长 每一天的压力 好好学习 不好好学习 别回来 看你学的什么样子 是吧 你不想学就不想学嘛 你给我呆着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有 家长深深地知道 他的孩子 他的亲戚 在学校里 不太爱念书 不开心 但是 不好好学习 怎么改变自己的生活 你得生活 你得好好学习 真的是 怎么学习 怎么糟糕 这样的事情 挺多的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 我们人多 我们需要去竞争 我们不能掉队 那我们一开始 作为学生 就要努力上进的读书 因为你读书好的话 能够体现你的优势 你的思想品德发展 那我们每一个企业 也要求 这个出来的人 给我们打工人 很优秀 但我们很多时候 优秀的是通过 学习的分数啊 这些 所以家长很看重 完全不怪家里人 但是我更希望就是 我们更多 其他的家长 可以给学生 更多的关爱 关爱不是只给老人的 关怀 学生也要需要 因为现在的压力 都很大 每个人家里都不容易 是吧 这个学生就这样 内通电话能救他 但是可能 这个家长 家属 并没有觉得 这个会这么严重 孩子 有的时候想 发自内心的 跟家长交流的时候 发现没有办法去交流 他不被人理解 不被这个 他熟悉的环境 理解的时候 选择轻声 选择那个地点 后来很多人 在纠结这个地点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不重要了 他就有可能 没有找到 就发生了 但是再加上 他实体 已经106天了 我相信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 不遵循 事件本身的 一个东西的 一个舆论 不听得出来 那多数都是 从他家里 那结论是什么 我在想 如果这个事件 被认定为 学生 自己的问题 家里的问题 自杀身亡 学校要不要负责任 可能负一点点责任 那更多责任的 放在家里 那就会失去什么 白白失去一个亲人 什么都唠不到 闹腾吧 让社会更多人 关注这个事 闹腾 把这个事情 弄得大一些 也许能够得到 一些补偿 也许嘛 是吧 也许有可能嘛 你看我说到这儿 已经有点愤慨了 这孩子已经 已经不在 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了 如果说 给这个孩子 多些爱的话 他不至于 走到这条路 你可能爱 没有给够 孩子已经 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不在了 还要再通过 这个孩子 引起社会舆论 为自己争取点什么 能这么干吗 能行吗 当然了 我这猜测 是不是感觉很 很可怕 很多人会一直说 你怎么 你怎么能 指向这个方向 我也不想 我完全不想 但是事件 发生这么多 这么多 我无法想到 一个孩子 为什么 无端端的 能结束自己的生命 能够感受到绝望 能够感受到这么多 如果最终的结论 排除了所有的 其他一切 就是自杀了 因为这个事情 我知道了 我就会感到 要很愤怒 因为我知道 深知 能够让孩子 感觉到绝望的 多数 不是来自于外面 家里的那个墙 都没有支撑住孩子 太残酷了 那这件事情 发生了 结束了吗 就这个小孩 在失去生命的 一瞬间 已经结束了 再怎么做 已经没有 于事无补了 已经结束了 我真希望他还在 然后说到这个录音 我相信这个录音 不要再觉得说 别人胁迫他了 全部的证据 都指向这孩子 轻生了 不要再挣扎了 不要再扭曲了 如果说愿意 当然我觉得应该 没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录音比例 应该就是这个孩子 在跟这个世界 说再见之前 说出的所有的心理的话 所有的无助 痛哭流迹之孩子 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他说出来 都是内心最深处的话 甚至有可能包括 谩骂 攻击 咆哮 因为他即将告别 这个世界 他不是无助了 已经是 生死堪淡 发生的种种事情 家里面支持他 家里面逼他学习 有没有可能 我相信 大概内容就是这些 因为我想不到 第二个答案 死都不怕了 就不能找找家里人 说说吗 我想不通 现在想通 如果说我从这个方向 考虑 形成了一个闭环 一个人间惨剧 也希望各位 以后多多关心 小孩的 学生的心灵 他们没我们坚强 我们都知道 网络暴力让很多 博主 自媒体博主 都承认了有人自杀了 很多 我相信家庭 家人 是每一个孩子 坚强的后盾 希望这个盾 不要倒下 希望这个盾 永远为孩子考虑 如果我有孩子 我一定会让我孩子 开心的生活 哪怕穷 也要开心的生活 穷有穷的活法 自己再穷 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 我们做家长 要努力的给孩子 创造一个 开心幸福的生活环境 我们在做 都在做 人的努力方向 就是希望下代过得好 自己过得好 下代过得好 不要把这个压力 给了孩子 孩子不愿意学习 多沟通 为什么不愿意学习 跟他讲道理 跟他处成一个家庭 家人的感觉 但是 何尝容易 也不容易 真心不容易 希望吧 这样的事情 不再发生 我由衷地希望 我今天说的 所有的一切 都是错的 完全是错的 我希望他不是真的 我希望拍摄错 我希望那边有个凶手 真的是办了案子 那样就去追查 让家属 拿到一些补偿 让生活更好一些 但是 现有的证据 一切的一切 我希望这个以后 不要再继续 占用更多社会资源了 人已经死了 我们要尊重死者 包括其他人 我觉得不值得 为他们办这个事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是密西伯尔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